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再多收看《谷王之尊》 这盘比我想象中还要弱 今天开低之后 草盘冲高一次 冲高两次 结果在中国大陆A谷开盘 大跌的情况下 我们盘也跟着走弱 那比我想象中的弱 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中国大陆的A股 习近平跟李克强先生 他们是非常有耐心的人 他们在今天的盘中也传出 还是要持续在做查地方账的动作 甚至呢 他们近日也实施了一些铁碗的动作 譬如说 禁止地方政府乱盖一些豪华的办公室 摩天大楼等等 那当然明眼人也知道 他们做这件事情 绝对是一件好事 甚至呢 当然也会有一些政治的目的 那这些呢 也是为了中国大陆呢 往后另外一波经济成长来做准备 那所以你看到说台北股市呢 看到中国大陆跌了 路股跌了 那我们又跳水了 然后呢 到尾盘呢 有没有 杀低之后再小拉上来 跌了64点 那跌64点可不可怕 基本上也不可怕了 因为毕竟你看到这个量 655亿 655亿的成长 它代表说 基本上 在这要卖人也不想卖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这是最惨的股票啊 对不对 跌得很惨再惨了 已经不能再惨了 如果说到上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的走法应该会跌停啊 但是今天它也没跌停啊 对不对 那它也没跌停嘛 那只不过它还是弱嘛 该谈不谈嘛 那甚至呢 大力光 外资连埋两天之后 今天呢 涨停就锁不住了 对不对 毕竟它在天上了 但是你看到大力光的大涨 电子股股王大力光的大涨 但是呢 台北股市却跌64点 这告诉你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 主流仍然不在电子股啊 如果说以过去 10年来的经验 只要一挡电子股王大涨 电子股一定涨的 但是呢 今天大力光大涨 这个盘还是带不动啊 这个盘还是带不动嘛 代表说什么 主流不在电子 主流不在电子 还是在中概啊 还是在金融身上 所以为什么股王自尊 最近一直一直不断的告诉你 我说电子股了不起就是跌升反弹 宏达电 TPK 群创 友达 都跌得很惨很惨很惨 当然我也不希望他们再跌 对不对 他们再跌会影响到市场的信心 会让有些人 从一千多块 五六百块买到现在的会受不了 对不对 甚至呢 有些分析师 我们也是好朋友 他们天天在讲宏达电的 天天在讲这些高价股的 陈宏啊 TPK啊 等等的 我也不希望他们 再受到那些压力 但是股王自能明白地告诉你 我说 主流不在电子股 你要跟我做 跟中概有关的 跟生计有关的 尤其还在底部的股票 今天 这盘很弱啊 弱得不像话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档股票超级标股 九点半之后就锁涨停了 对不对 这不能骗人啊 亮灯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都涨停排队要买的 间谍六十四点 他呢 在公涨停板 我相信 我有送给你 起掌的时候 一根掌停 对不对 他在底部的时候 我告诉你他的好 再来两根掌停 再到今天呢 第三根掌停 这个盘很难做 很难做 很难做 用嘴巴说的 天天掌停板的 很简单 对不对 你喜欢看那种节目 我祝福你 但是真正你是在操作的 你是要带会员去赚钱的 或者说你自己在这个盘操作的 我相信你很明白 你很清楚 这个盘要赚到一根掌停板 在现阶段是非常非常难的 甚至呢 有些的股票 有没有 还破底啊 对不对 还趴在地上 这几天呢 南科 对不对 华雅科 是在崩的啊 围缸 再叠下来 对不对 群联 再跟长黑棒 我说我做任何事 我在解盘 我都会讲在前面 让你去印证 但是我不希望坏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希望好的事情 对的事情 永远都在你身上 这段期间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对不对 在节目中一直告诉你 这样的观念 你来找我的 我相信 我都有帮你调好 我都有帮你避开风险 那你还在看的 你还在观望的 我希望你赶快行动 我希望你赶快行动 因为这个盘到最后 越差越多 对不对 就像这档超级标股一样嘛 当它还在底部的时候 我说我要买底部的 但是这不是电子股 虽然它不是电子股 但是呢 你看它的营收 你看它的获利 去年赚4块钱 今年的营收 都是一倍以上的成长 而且 我每天来录影之前 我要去开车之前 到停车场去开车之前 我都会经过他们其中的一家分店 下午三四点而已 那个生意 就已经很好了 那你说 这档股票 我就要超级标股 我对它那么有信心 对不对 亲自的去观察 不管是从财报 不管是从实际的经营面 甚至呢 从它的产品 口碑相当的好 你打电话进来的 我都有送给你 两根掌停 再到今天呢 大盘跌 再跌64点 南科破底 华尔科破底 群联跌停板 还是让你赚钱 我说你会看节目看到这么晚 表示你有心 对不对 做股票 每个人 都有七情六欲 会担心 会害怕 会怀疑 甚至会犹豫不决 都会 甚至呢 有些人为了 那么晚没睡觉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要看美国股市 你要看美国股市 今天一定要大涨 对不对 你做多的才睡得着 但是我说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股票最重要是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趋势产业筹码 对了 它不会管指数的变化 它不会管指数的变化 对不对 美国股市大涨啊 为什么宏达电一直跌 对不对 NAS的大涨啊 从2700涨到3600啊 但是为什么宏达电一直跌 越跌越低 TBK呢 也涨不上去 趋势 是一个长线 是一个大的方向 当然美国的大涨 代表是呢 这个多头没有结束 全球的经济是在复苏 没有错 绝对没有错 但是产业错了 它还是跌给你看 甚至筹码不对了 它也会很虚弱 但是呢 筹码对了 产业对了 对不对 它就会标给你看了 是不是 它就会标给你看啊 一根两根到今天第三根啊 而且我是在底部的时候 我说我会员 我带他进去买 所以我不想公开 但是这样的股票 我希望有缘的 你手中一定要有 你认同这样买底部的 而且呢 是要买 营收高度成长 获利也高度成长 未来 有机会 赚一倍两倍的股票 我们不能预设立场哦 对不对 金管会规定 我们不能预设任何的立场 但是 营收比去年成长了一倍 甚至有时候是到两倍的时候 你说这样的公司 它有没有机会涨一倍 或者涨两倍 当然有这样的机会嘛 对不对 全正的4D概念股 还没涨到 还没赚到钱 有些涨翻了 对不对 甚至呢 今天 哇 不是 今天呢 狂犬病 哇 这个议题又出来了 你看 生物检测晶片的金鱼 又涨停板 这支我也很熟嘛 做了它五六年了嘛 对不对 但是它获利不好啊 为什么最近几年不做 它获利不好 真的不好啦 获利真的不好 还是负的啦 但是营收真的有上来啦 获利不好 营收有上来 所以呢 它也是来来回回嘛 登登登登登 那今天呢 碰到狂犬病 正好呢 又赶上流行 今天又过上涨停板 但是这种股票你要操作 是要比较小心啦 你没有那种能力 你就不要乱做 我对它太熟了 有一波是二十几块 涨到八十几块 在这边 在好多年前的 这边 这边有没有 这边 4131的金鱼嘛 对不对 这一段 好凶哦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古王之尊其实 对这个行业非常非常地了解 对生物科技非常非常地了解 而且我绝对是市场第一个 领先全市场讲生物科技的人 当我在讲的时候 很多老师还没上台 甚至很多老师 他根本不晓得生物科技的好 但是呢 对不对 好久好久以前了 好久好久以前了 95年96年的时候了 这边嘛 对不对 95年96年的时候 就在这边嘛 这边嘛 9596年的时候嘛 这边20块 这边98块 对不对 也做过一波啦 然后那时候呢 还做中天嘛 有没有中天十几块嘛 现在呢 那一波涨到六十几块嘛 那现在的中天呢 也有三四十块啊 对不对 来来回回啦 但是都是买在低点 所以我说 这个行情 真的 我看到今天跌六十几点 说实在的 我也觉得它太弱了 但没办法嘛 对不对 习近平跟李克强 他还是要洗啊 今天为什么会跌 最主要还是在 来 还是在这个嘛 这个嘛 上海A股跌嘛 上海A股跌嘛 但是上海A股跌 你说 上海A股会不会崩盘啊 会不会跌破这个底部啊 我认为机会不大啦 真的如果说上海A股 在跌破这个底部的话 那全世界就完蛋了 全球股市会大跌一波 真的嘛 特别因为美国股市在天上 但是呢 你看亚股也涨不动 很多新银市场也涨不动 那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股市最近已经失增了嘛 就算它在创高 它的激励效果有限嘛 那最主要是 应当爱起嘛 上海要 大陆要涨嘛 对不对 那今天它再来做个洗盘 我认为 是有点狠啊 但是也是好事啦 洗一洗也是好事啦 不过呢 强的股票还是先攻了嘛 强的股票还是先攻了嘛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埋在底部 对不对 赚得稳赚得多嘛 是不是 那同样的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啊 我说长线的底部 会不会复制这样子 这样子 两倍到三倍 我说有机会 今天它也只小跌一点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啦 想要的人把电话拨通 我们进广告休息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始发提供 邀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在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五海茫茫千变万花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其他投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其他投顾 02-2389-8689 2389-868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始发提供 邀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在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这里不只是物流公司 引进ICT技术 掌握服务时效 用科技整合物流金流 提供创新物流服务 这里用服务打造世界级书店 用科技让服务更迅速 每年吸引150万旅客 让服务业跨越国界 推动服务业科技化 及国际化 做就对了 古王之人常说 我说别人喜欢去追高 很多老师喜欢去追高 但是我说追高会有风险 追错的会很惨 对不对 就像说大力光 你今天去追的就不好玩 最高1070 收盘呢 对不对 1035 就跌了35块 那甚至呢 最近有一档股票很强 叫2477的美容店 一开盘呢 涨停板 结果呢 收盘呢 打到平盘附近 来回也差5-6% 对不对 赤兜最近很强的股票啊 你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掌停板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掌停板 但是平常你都买不到啊 对不对 等到买到你去追了 哼哼 咚咚咚咚咚咚咚 又爆亮 又這樣子開高走低 好不好玩 不好玩 不好玩 真的不好玩 那很多老師就喜歡這樣子騙人 很多老師喜歡這樣做生意 我說我在這行業十幾年了 真的看多了 我們也不要罵人 但是呢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個性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有些投資朋友也喜歡做那種標股 也喜歡去追高殺低 通常下場不是很好的 我們看了太多了 那我只是勸你 真的做股票乖一點 做股票真的要乖一點 看對趨勢 然後找未來的 不是找現在那些媒體在講的 對不對 有很多的媒體 收視率很好 對不對 尤其是晚上的節目收視率很好的 有主持人的 然後好幾個 好幾個特別來賓 然後每個人東一嘴西一嘴的 那種 有時候你就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 因為為了收視率 很多都來講長到天上去 長到天上去的 那絕對不是好事情 尤其是量大的時候 對不對 我相信很多人吃過那種苦頭 過去也有 現在也是常常會有 所以台灣的散戶為什麼越來越少 錢越來越少 就是這樣 你們都愛看 愛去追 愛去湊熱鬧 愛排隊 我說在底部的時候 沒人講的時候我最喜歡 在底部的時候沒人講的時候我最喜歡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風險小 沒人跟我們搶 那等到長上來了 長上來了 長上來了 甚至今天長零板 我相信一定會開始有人要注意 那你要去找你要去猜 你說隨便你 對不對 但是呢 你打電話進來的我都有告訴你 我沒有對不起你 那買得到買不到 你要怎麼做 我希望你跟著我 那如果說呢 你認同我的話 我說呢 還有這一檔 對不對 也是長線的底部 這一檔也是長線的底部 因為它壓縮得很漂亮 壓縮得很漂亮 對不對 又來到即將起漲的階段 趁現在還沒有噴出的時候 還沒有飆上去的時候 我希望你把握住 因為這一段 壓縮完之後 這邊噴 噴這一段 是兩倍到三倍 是兩倍到三倍 那這邊呢 會長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我說呢 政策已經出來了 政策已經發動了 甚至今天的下午 你也看到了 內閣改組了 對不對 有很多爭議性的 表現不好的 都被換掉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馬政府 代表我們的行政院長 江毅華先生 他也要動啊 明年要選舉了 對不對 對馬政府來說 明年要選舉重不重要 絕對重要 這是一個政權的保衛戰 那你說他所提的政策 相關政策的股票 那不要動 他今天換了兩個 很大的部長 我相信 對不對 過去不敢動的 他今天都換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要展現破例 代表 你要跟著他走了 我們民不與官鬥 對不對 政府要動 政策要動 我們當然要跟著動 這是送分題 就像中國大陸 人家打壓A股 你當然現在不能亂買A股 對不對 你討不到便宜 但是等到他要拉的時候 很快 我相信中國大陸A股 這邊底部完成之後 會噴出 而且噴得很快 那你說呢 這是相關政策的概念股 現在大盤再跌 他也還好啦 平盤附近 每天都在拉尾盤 就等你嘛 對不對 你錯過了這檔超級標股 三根漲停的 錯過了這檔超級標股 三根漲停的 我相信 全市場的人 你打電話來的人 都可以幫我作證 對不對 我沒有騙你 這一檔底部起漲的 今天把電話撥通 好好的 買得多賺得多 把股票帶回家 諸葛超順利 明天見 再會 好好的 累死了 想到要去排隊拜美簽 有剛剛累時間的 喂 喂 你要趕快找時間 去拍美簽大頭照喔 好啦 還要去面試耶 黃金線上網預約了 你們資訊很差耶 來 你們看 游去美國觀光盒商務考察 不用錢贈了啦 是喔 這本護照有夠照 看看運費 環境世界 爬不到 外交部和大家 一起打拼 您是要 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 創造獲利 使他台步 幫你啟動 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 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這件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 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其他投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其他投顧 02-2389-8689 2389-8689 預防溺水有十招 第一招 細水地點要合法 第二招 不做危險的舉動 第三招 無波溪流細水需特別小心 第四招 不落單 注意同班位置 第五招 下水前先暖身 第六招 不可在水中嬉鬧 第七招 身體不適不下水 第七招 第七招